比較麻煩的是,境外新增92例 就我的醫學知識,我覺得很奇怪 大部分現在會做航空器的 都是打過兩劑疫苗,然後兩天內又有做PCR 打過兩劑疫苗又有兩天內做PCR 然後一天可以增加92例確診率 特別是有52例是在機場就篩選出來 這實在是有一點匪夷手勢,怪怪的 到底是,你要懷疑說其他國家做的PCR不準 還是怎樣?我都不曉得 難道其他國家打的疫苗效果很差?我不曉得 有點奇怪,就根本還在進一步研究 不過是這樣,如果一天境外又新增92例 那有52例是在機場就篩出來 這表示說目前國外的疫情很嚴重 然後這個來自境外的攻擊相當嚴峻 除非我們都不跟外國往來 不然時間拉久了,一定會有破口 所以恐怕我們要再思考看看 要嘛我們就是更嚴厲的鎖國 不然就是我們要有心理準備 所以在社區中以病毒共存